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美国关闭基辅使馆 将人员往西部移动 日本第四季GDP年增5.4% 因个人消费和出口增加 也让2021全年GDP增1.7% 是时隔三年的正成长 但疫情仍严峻 近六成JR路线 每天搭乘人次不满4000 面临沸泄危机 美国突然暂停墨西哥洛里进口 墨西哥洛里最大产地 长沿陷入榜牌暴力 美国驻墨西哥检察员接获威胁讯息 而导致禁令 科学家表示 美国西南部过去20年遭受特打干旱 是1200年来最严重 研究显示42%是人为导致 使得干旱严重程度加剧72% 美国民生消费持续飙升 油价连续上扬14个月 来到2014年以来最高 一代恶物冲突爆发 国际油价恐冲上120美元一桶 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从今天新闻提要 您可以知道 兵于欧战边缘的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事冲突 已经影响了全球包括消费航运 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在物价通膨这个部分 今天我们会有详尽的报道 因为美国情报更明确的指出 他们的判断认为俄罗斯打算直取进攻乌克兰的时间 不只在本周 而且就在周三 待会我们会有来自国际新闻各方面的观察 首先我们要看的是跟疫情有关的 有一些国家已经进入了准疫情之后的状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亚洲跟我们非常邻近的日本和南韩 头条来看日本内阁公布了今年2021年第四季的实施 国内生产毛额 从去年9月之后 日本的疫情偏安 所以那段时间刺激了民生消费 那么终于关键的个人消费增长了2.7% 日本的出口也成长了1% 使日本的GDP睽违三年之后 呈现正成长1.3% 两个季度以来 日本第一次正成长相当让日本振奋 而2021年全年日本实质的GDP年增1.7% 这个游富转正 替日本虽然在经历第六波的疫情 但是展望未来带来了十足的信心 在坚困的防疫期间 经济烧来了好消息 日本2021年第四季国内生产总值出炉 剔除物价变动因素后 比上近增1.3% 换算年率为成长5.4% 是两个季度以来首次转卷 去年9月后 日本整体疫情一度稳定 刺激人们购物 外食旅游 个人消费项目增2.7% 而汽车生产稍稍回温 各样零件调度让日本出口成长1% 使得2021年全年实质GDP增1.7% 是时隔三年的正成长 しかし今年に入ってからは一転 オミクロン株の感染拡大で 再び消費の冷え込みが懸念されています 日本去年GDP虽不错 但恐怕好景不长 国际因素加上鬼畜的オミクロン病毒 都将冲击第一副的GDP 大阪等21个行政区的准緊急状态 20号就要到期 多个知事纷纷要求继续加码 而中央政府态度积极 强调如有需要 绝对会加速通过知事们的申请 延长蔓延防止重点措施 不过就日本感染现况而言 想重返解禁生活 着实不易 重症化しやすい人 早く検査して 早く治療につなげる 実際には高齢者施設なんか のクラスターが今も進行しているので 重症化数の增加というものは ここしばらく続く 侯生労働省統計 日本全国重症者予日俱增 14号单日新增 1300多人 創今年以来最多 而日本政府在为防疫 焦头烂额之际 地方基础设施 也出了大问题 日本政府14号首次举行铁道会议 召集了业者与专家 共同商讨拯救方法 因为日本铁路整体營运 正快速衰退 これまで地方の赤字路線をどうすればいいのかという議論は 手をつけずに先送りされてきました ただ今コロナ禍もあり 都市部の路線でも赤字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ます これが会議の共通の問題意識 不止維持了地方居民的日常生活 更是扛着 观光行销的重責大任 日本主要交通手段 多靠電車 许多路線 跑在山間林里 以山傍海 穿越大河小溪 每条地方路線都有其观光魅力 廢線等同于廢掉了地区旅游吸引力 让乡間铁道有着不能廢的压力 為了維持生活与观光收益 有些乡镇甚至重启廢弃路線 由地方政府与铁道商共摊營運費用 打造地方創生 而日本政府表示 将会持续与专家商讨对策 目标7月 拟定基础方向 第1月新闻中文报道 好了 关注南韩的疫情 南韩现在是连续6天增破5万例 而南韩的演艺圈出现大规模的疫情 在一个星期之内 新增20个偶像歌手全面确诊 不断刷新的确诊数字 南韩的新境变成 对于疫情习以为常 也不是恐惧 可能就是皮掉了 而南韩现在的医疗资源 全面集中给高风险族群 普通民众就叫做自力救济抗疫 下个月9号 南韩大选登场 疫情在这个时候越演越烈 南韩的国会修法 在大选当天派专车 接送确诊的人 还有隔离的人出门投票 确保全民在疫情当中 都可以维护投票权 奥姆克隆变种发威 南韩演艺圈疫情狂烧 在现今年第二波大规模确诊 GYP人气女团 一级两名成员染疫隔离 亲人团体Tempest 全员确诊延期出道 南韩Cravity当中 9人有7人确诊 一周之内总感染人数 至少20人 随着单日新增突破5万例打官 南韩民众对于第五波大流行 也从恐惧害怕逐渐习以为常 居家快筛事迹成了和疫情共存 必备工具 南韩中央正式拍板 限购数量管制价格 规定药局和超商通路贩售 一组不得卖超过6000韩元 约台币140块钱 南韩食药处积极稳定供需 民间业者先后加入快筛事迹国家队 24个小时维持产线运作 为了因应有增无减的需求量 还将持续加开产线 一间工厂的日产能上看300万组 不仅快筛事迹 热销 头痛 感冒 退烧等居家常备药 也成为抢手货 因为清症和无症状患者 如今得自行监测状况 也带动线上求诊的需求 南韩连续6天新增超过5万例 60岁以上高龄者感染比例成长超过一成 重症病床使用率也回升至25.7% 医学专家推估 接下来两到三个星期 重症和死亡人数将进入回弹高峰 让南韩当局头大的事 3月9号总统大选投票日 势必在严峻疫情当中举行 南韩国会紧急修法 保障确诊和隔离者的投票权益 投票当天在表定投票实现结束之后 将加开一个半小时特别时段 让确诊或居家隔离者搭专车前往投票 将会是南韩大选史上头一遭 南韩第二十届总统大选 共计十四人完成参选登记 各阵营十五号起正式展开竞选行程 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以经济大统领为号召 重复山出发一路北上 不过头号对手国民力量候选人 尹锡悦则反祈祷而行 从首尔出发喊出政权交替的口号 一路向南 巩固保守派大票仓 最新民调显示李在明和尹锡悦支持率 依旧难分伯仲 两强争霸可能要厮杀到最后一刻 但第三势力 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 已经抛出了整合意愿 也成为左右选情最大变数 在野阵营深知 若想要实现政党轮替 核推单一候选人更有胜算 只是安哲秀提议 透过民调竞选的方式完成整合 尹锡悦阵营却不太认同 南韩大选倒数22天 选情依旧扑朔迷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的选举持续关注 接下来要来看的是 今天是华人社会的元宵节 元宵节非常特别 我们都说闹元宵 也就是说虽然它是春节的最后一天 但是一定要过得热热闹闹 不可以有尾声的苍凉 不晓得观众朋友家里 有没有任何人 待会打算出去提灯笼 在台湾似乎不太看得到 因此我们看下面这则报道 在隔罕对岸 闹元宵是一定要有各种各样的花灯 在报道当中看到有灯会 推出了飞天吊花灯 用吊钢丝的方式 把花灯挂上高空 特别的别开生命 另外灯会一定会配合民俗 所以会表演的 打铁花的传统民俗表演 三星堆的博物馆 甚至选择重现 4000年前的古代蜀国 祭祀祈福的习俗 让中国今天的闹花灯 在各地都各有特色 赏花灯闹元宵之外 中国大陆的各地 从北方叫元宵 南方吃汤圆 全部大热卖 销售额在全中国 平均成长了至少一倍 而且口味推陈出新 今年有榴莲做的汤圆 还有用烤的汤圆 一起跟对岸 看看闹元宵的这一天 可以怎么过 传统花灯 冰雕花灯 火树花海灯 奇幻风格花灯 甚至是创新的科技水母灯 中国大陆各地灯会 推出多种让人 眼花缭乱的花灯设计 迎接元宵节 它跟以往的灯笼不一样 像那种夜光的灯笼 像水母 是带孩子过来 一个很好的体验 通过这种装置的语言 把烟花灯笼 铜钱等元素 转化为非常酷炫的动态效果 四川的自贡灯会上 还找来穿着古装的工作人员 飞上半空 为民众挂花灯 元宵节挂灯 是我们中华民俗的 一个传统的年俗 但是今天能够在这个地方 以这样的一个形式挂灯 是完全意想不到的 感觉很震撼 除了赏花灯 各地的元宵民俗 也成为吸睛焦点 山东德州 多久以五公尺的长杠 两人一组 不用手地扛起象征 丰收的大花篮 随着古典扭腰摆臀 用传统花杠舞 喜庆元宵 而在河南开封的灯会上 则是特别安排 打铁花民俗表演 传统民俗之外 失传的古文明习俗 也在元宵节之际获得重献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 就推出古蜀国祭祀祈福 以及挂福袋等活动 为在地文化添上新色彩 我之前也了解到 三星堆这边有一个祭祀的文化 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祈福 我今天也很幸运地 能够参与到这个活动当中 元宵节另一个重头戏 当然就是吃汤圆或者元宵啦 在周日降下 虎年第一场雪的加持下 北京各处元宵热卖 今天元宵总共我们是准备了 是60万斤 比去年的30万斤 足足翻了一番 不仅北方元宵有巧克力口味受欢迎 南方的汤圆 口味与吃法更是推陈出新 榴莲汤圆我们是采用黑可可皮 然后和泰国的进口榴莲肉 其实这一款其实还是比较受 就是喜爱榴莲爱好者是非常喜欢的 一般的煮的汤圆很多 这种烤的我们好像现在心上是卖的很好的 这几天特别多了 这几天我们早上的订单都是165盒一斤 连超市里的冷冻汤圆 销售量也都成长一倍以上 口味更是多元 比如说我们的坚果口味的 还有蔬菜口味的 还有鲜花系列的 今年的元宵节正好紧接在西洋情人节之后 就算是单身民众也乐意吃顿大餐 或者增加消费来为自己庆祝 今天打算来买几只口红粉底液 这些送给自己当情人节礼物和生日礼物 现在还没有男朋友吗 然后我们也要对自己好一点 不论团圆不团圆 有没有情人 保持愉悦的心情 也能享受过节般的喜乐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关注120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现在整个笼罩美国的西岸 还有墨西哥 那么报道当中会看到的是 那么根据在自然气候变迁 这一个杂志上最新的研究显示 美国的西边跟墨西哥 都是承受严峻的干旱 42%是人为因素导致这个恶果 那么在阿拉伯为了缓解气候变迁 也是怕干旱严重 有环团发起 在年底前要种25颗耐旱树的计划 而联合国的农粮署 正在辅导叙利亚 培育无次的仙人掌 都用这些过去没听过的方式 要应对粮食不足的危机 太阳高挂天空 正值冬季的加州 气候却仿佛春天一样温暖 民众悠闲地躺在草皮上 享受日光雨 不过这样的场景 却引发专家的担忧 加州今年在大旱下 内华达山脉的积雪量也非常低 已经超过一个多月没有降雪或是降雨 更糟的是积雪还提前融化 加州冬季的降雪是重要的水资源 不过自12月超乎预期的降雪量后 就突然停止了 加州干旱缺水 水位积极败退据一项最新发布的研究显示 整个美西和墨西哥北部正经历1200年来最干旱的时期 全球气候异常不止美西 中东地区也饱受高温和干旱肆虐 有环团计划在今年内 在阿拉伯中部种植25万颗耐旱树种来缓解情况 这种小型灌木成功征服沙漠 可以在没有一滴水的情况下存活数个月 还能在高达58度摄氏极为恶劣的环境下生存 人们可以透过挤压树枝获得可饮用的液体 它的嫩牙还可以作为动物的食物 大量种植缩缩树是阿拉伯政府为了减排 减缓土地退化的绿色计划中的一部分 这项计划预计在未来十年种植100亿棵树 还打算跟其他中东国家合作再种植400亿棵树 至于为了缓解叙利亚的粮食危机 联合国农粮署正协助当地农民种植无次先人掌 收割先人掌后再用机器切成小块 就能成为牛羊的饲料 而且不仅富含丰富矿物质 最重要的是不需要太多水就能种植 这样一来农民也能将以稀缺的水源集中用来生产作物 全球极端气候频繁上演 除了加强适应 从源头的减排努力也非常重要 TVB新闻总组报道 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了 让美国以酪梨沾酱为主的食品 恐怕食材会大断货 而这个背景竟然这么错综复杂 美国不要再进墨西哥的酪梨 是因为墨西哥恶名昭彰的谋杀文化 黑帮毒贩或者是贪腐的政府官员都卷入其中 在墨西哥从富商巨股到市井小民都逃不了被谋杀的阴影 而害到了它的酪梨出口 墨西哥洛梨出口一个大州叫米雀肯州 赚钱的洛梨农常年帮毒贩黑帮敲诈勒索 政府完全管不住 美国派驻当地的植物检察员 竟然也搜到恐吓简讯 让美方火大 暂停所有墨西哥的洛梨进口 平静的洛梨员迎来丰收 新闻画面却选用仿佛灾难前夕的配乐 墨西哥洛梨最近真的大难临头 美国政府本周突然宣布 暂停所有墨西哥洛梨输入 六州内原本预计出口的十三万五千多个洛梨 只能摆着烂 洛梨出口大州 敏确肯州四万九千多个国员的三十万名工人 暂时失业 墨西哥总统在记者会上这样诠释问题 正是美式足球热计玉米饼沾洛梨酱可是球赛标配小点心 怎能断货 美国政府宣布已运出国进的墨西哥洛梨仍可入关 整件事情也另有原因 众洛梨是门赚钱生意 比这耿州治安一向很差 贩毒黑帮经常绑架勒索洛梨农 强收保护费 不从的下场就像这样 横市街头的场面在墨西哥很常见 但这次生命受到威胁的 竟是美国派驻当地的植物安全检察员 为了保护美国本地洛梨不受病虫害威胁 所有墨西哥洛梨出口前都需检查 但注点墨西哥当地的美国官员 公务手机上竟收到恐吓简讯 墨西哥农业部已经发声明 证实此事 但墨西哥总统仍然指责美方 是为了保护本土洛梨 设下商业障碍 墨西哥恶名昭彰的谋杀文化 这次害到自己的经济收益 政府无法控制遏制 贩毒黑帮血精行径 甚至自己也被制射牵扯其中 2022年才开始不满两个月 墨西哥已经有五名记者遭谋杀 他们的报道内容 多半与政府贪腐或官商勾结有关 独立记者马多纳多 不久前才在记者会上 向墨西哥总统公开求援 控诉记者们生命受威胁 几天后就遭谋杀死亡 案情调查记者会 还出动公共安全部长解说 墨西哥总统也出席 总统亲自辩解 民众却并不相信 从2020到2021年 墨西哥境内至少有 145名记者死于谋杀 这次因为落离 谋杀恐吓的对象 换成外国官员 墨西哥可说是家丑外扬 美国驻默大使馆表示 在针对敏确肯州当地的安全评估 完成之前 不会恢复墨西哥落离进口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疫情 关注中国大陆本土疫情 现在单日新增本土40例 看起来这个数字 跟我们刚刚报道的 韩国日本比起来相对少很多 不过中国的疫情 一直呈现多点散发的状况 目前最新爆发的本土疫情城市 在江苏苏州 从Omicron全球迅速扩展之后 我们看中国大陆12月初 首先是西安出现了境外的案例 后来传播扩大 在12月底西安曾经封城 然后转到12月中天津 也出现中国大陆本土的 Omicron首例 广东出现第二例 Omicron的本土 然后开始往河南 在元月初河南升温 影响了河南上海和浙江的区域 元月中是天津爆发 本土的Omicron 波及了河南 安阳 辽宁和东北大连 而北京在冬奥期间 官方严访仍然出现了确诊病患 也波及临近的河北山东 山西和辽宁 浙江杭州是在元月底出现疫情 2月初我们报道的地方是广东百色 这个地方突然出现大量的确诊病例 就在春节之后 所以地方政府严格封锁 不让广东百色的疫情外溢到临近的省份 现在所传出的地方是江苏的苏州 江苏苏州的本土确诊 让中小学全部暂缓开学 而且整个高速公路关闭了15个闸口 另外确诊数破2000例的香港 现在是医疗资源进入最严峻的一刻 医院急诊室外的停车场摆着好几双病床 没得躺的人就坐在一旁椅子上 显得相当客难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发 医管局表示公立医院隔离病床使用率 已经达到九成 却还有数千人等候入院 谈言医疗量能不足 希望症状轻微的患者能先留在家耐心等候 除了重症外 优先将资源留给长者和儿童 但有一家人因为外用染疫 家中两岁女儿发高烧快筛也呈阳性 报道医院却连PCR检测都排不到 被迫在返家等待 抗疫能力捉心见走 香港14号单日确诊破2000例 创新高 15号又添1619例 病毒扩散 更让来往香港深圳的跨境司机 频传染疫 从4号累计至今 至少35位跨境司机确诊 以前就可以走两波 但现在看到那个措施那个限制 其实每一日走到一转都已经很开心 所以就其实你说有没有影响呢 我想影响50%都不出奇的了 香港成了严重疫区 有深圳攻港的生鲜蔬果 因此卡关 无法及时运地 现在只好协调珠江船物 加开20条航线 寻水路将物资运到香港 已经顾不得感染源头 香港现在要全力遏止疫情无限扩散 加大检测能力 由大陆中央协助营运的马鞍山火焰实验室 数号正式启用 目前火焰实验室每天检测量能达10万份 如果踩五合一混检能有50万份 另外如果顺利再从大陆调两套实验室设备 到港选址搭建 检测量能再提升 但必须从大陆调派1000名化验人员 香港抗议依赖大陆中央出手 而大陆本土疫情虽没失控 却也没停过 江苏苏州出现本土Omicron疫情 当地中小学幼儿园已经暂缓开学 还封了15个对外高速公路口 门口是已经挂上了封闭管理的标志牌 并且大门也是一个紧闭的状态 由于苏州也是台商投资重镇之一 包括苹果供应链 核硕美绿以及半导体 封测龙头日月光灯 都有在当地设厂 目前企业表示 营运不受影响 但就怕防疫再升级 供应链难保不受冲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我们接下来看战争跟油价 美国油价的历史高点是4.11美元 而美国现在的加油的价格 比起去年同比已经多了1块美元 正直逼这个历史新高点 油价是连续14个月攀升 全美平均加油呢 每加轮就是越来越高 如果俄罗斯乌克兰的边境爆发冲突 油价将会上冲120美元一桶 而影响美国跟加拿大供应链阻断的 就是加拿大汽车业爆发的卡车司机 拒绝强制注射种种抗疫措施的抗争 进入第18天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决定介入 他想动用紧急法 那么要首都沃泰华这些地方 全面恢复往日的秩序 加拿大卡车司机自由车队 抗争进入第18天 总理杜鲁多决定硬起来 宣布将援引1988年紧急状态法 包括切断晶圆来结束阻碍跨境交通 瘫痪部分首都的抗疫活动 紧急状态法将给联邦政府 更大权力来恢复秩序 不过杜鲁多已排除动用军队 但威胁将脱掉挡路的车辆 冻结卡车司机的个人和公司银行账户 以及暂停货车保险 这是加拿大首次动用紧急状态法 它的前身战争措施法 在和平时期仅在1970年 由杜鲁多的父亲 前总理老杜鲁多发动过一次 不过这回包括亚伯达 奎北克 曼尼托巴和萨克 其万四省省长都反对 认为没有必要 且可能煽动已经危险的局势 不过人口最多 首都沃泰华隶属的安达略省 省长则表态力挺 不过安达略省也同时宣布 因Omicron疫情趋缓 3月1号起取消出示疫苗证要求 周四也解除包括餐厅和酒吧等商家的人数限制 杜鲁多则强调 紧急措施只针对有需要的特定地区 且有时间限制 加拿大国会必须在7天内通过 连接加拿大和美国底特律 北美最繁忙的贸易枢纽大使桥 早抗议车队封锁6天后 在加拿大警方强力清场下 当地时间星期天晚上终于开通 让密西根车厂松了一口气 因为光是这一周阻碍供应工厂停摆 劳工估计就损失5100万美元 相当台币14亿的工资 根据美国商务部 去年每家往来货物价值6640亿美元 相当台币18.5兆 而抗议不只是在密西根 华盛顿州警察也试图进空边境交通 蒙大拿抗议人士则出动农业机具 北达科他州边境则要与严东奋战 这一波波的边境抗议 已经影响远至西维吉尼亚 肯塔基和阿拉巴马的丰田车厂 消费者不只要担心买不到新车 油价恐怕更较美国人吃不消 现在全美平均油价 每加轮约3.44美元 比一年前上涨一美元 是2014年以来最高 且逼近历史高点4.11美元 其实目前油价飙涨最主要 还是因为供需失衡 看看疫情刚爆发的2020年3月 美国人不开车上路 油价大跌 原油生产国包括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都减少投资和生产 在新冠疫苗开打后 原油需求暴增远超过专家预期 石油产业没有足够的供应量 供不应求导致油价连续14个月上扬 仅在Omicron时期稍微下滑 如今需求已回到疫情前水准 现在市场担心乌克兰边境冲突 恐为油价再添变数 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产油国 如果危机升高 摩根大同预估 油价可能从91美元 冲上120美元一桶 体育新闻综科报道 好了 关键俄罗斯侵犯乌克兰 美国情报显示 星期三是最有可能的一天 美国关闭了基辅的大使馆 把外交人员前往西部的城市 在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音像强森之后 现在是德国总理肖兹 已经往乌克兰斡旋 这个星期五 德国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美国副总统贺锦利将会亲自出席 最大任务就是要代表美国 斡旋乌克兰和俄罗斯可能的战事 如果那个时候战事还没有爆发的话 俄罗斯强硬的态度 出现了一点点转环 总统普钦以电视转播跟外长连媚表达 愿意跟西方敬意不谈 这个转变是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他重申加入北约的目标不变 但是他坦白的说 以俄乌情势来说 乌克兰现在想加入北约 只能是个梦想 乌克兰首都基辅 弥漫紧张气氛 美国大使馆关闭 所有外交人员迁往西部 靠近波兰的城市利沃夫 美国国务院也警告 目前人在白俄罗斯境内的公民 尽快撤离 美国情报显示 俄国很有可能会在周三发动攻击 先不论消息是否准确 至少在预测的开战期前 俄罗斯的态度出现转环 总统普京与外长拉夫罗夫 进行电视转播会议 表达愿意进一步 与西方谈判的意愿 俄罗斯国防部长也在会中宣布 包围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演 即将进入尾声 俄罗斯态度稍稍收敛 可能与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谈话有关 泽伦斯基在与德国总理 消资会面后 重申乌克兰将加入北约的目标 但也坦言迫于乌俄情势 加上盟国不愿派兵 进入乌克兰援助 加入北约 目前只能是个梦想 医院的课计划 医院的 sharp 医院应该继续 通过这路 医院的国家 将该是谁 将来伴随 国公司的中心 难看 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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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都要知道 心里 那日子 医院的 医院的 И 把医院的 医院的 其中对于加入北约的看法显然要比当局实际的多 乌尔边境战予密布 乌克兰境内的航空公司也被迫减班 因为保险公司不愿意提供保险 国际航空公司大部分仍在观望情势 只有荷兰航空甩先停飞 挪威航空决定改航道避开乌克兰的上空 全球股市也陷入恐慌 美国欧洲和亚洲股市周一收盘全面下跌 油价也冲破煤桶90美元大关 攀上8年新高 摩根大同预测一旦战争开打 油价将飙升到120美元 油价如果持续飙升将加剧通膨 美国联准会今年升息力道势必会更猛 全球经济都会受到牵连 不过俄罗斯本身的状况应该会更糟 因为西方国家会祭出更严厉的制裁 西方与俄罗斯的谈判仍在进行 德国总理肖茨即将前往莫斯科与普钦会面 霍兰和意大利外长紧跟在后加入斡旋 乌克兰已经暗示将做出让步 谈判或许会有转机 TVBS新闻总和报道 在前面的新闻我们看到了 美西面临了1200年的大旱 由于气候变迁 全球越来越多的生物 冰尾甚至绝种 接下来报道里面包括了非洲象牙稻采 每年有500公顿稻采象牙出口 从非洲运到亚洲 非洲大象的数量 每年5万只的速度迅速死亡锐减 另外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出的象牙DNA分析 可以从走私象牙归纳出 象牙从哪些地区的项犬而来 画面上你当然也看到了俄罗斯 在西伯利亚虎的普查上面 下了很多功夫 而澳大利亚吴卫雄因为野火加速锐减 所以澳洲政府宣布 吴卫雄已经列入了冰绝物种 横躺在野地中 大象已经没了气息 象牙不见了 只剩下残破的皮肤 非洲大象受到象牙倒彩影响 百年前还有500万头 现在只剩下41.5万 而且每年更以5万头像 遭盗猎死亡的速度锐减当中 盗猎者几乎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善于藏匿 加上走私大多使用海运 难以追查源头 估计每年有500公顿的稻采象牙从非洲运出 目的地大多是送往亚洲 美国华盛顿大学生物系教授瓦瑟钻研多年 找出以象牙DNA定位的方式 追踪盗猎犯罪组织的出谋范围 14号发表在自然人类行为科学期刊的最新研究中 瓦瑟教授团队和美国国土安全部肯亚野生动物保护单位合作 利用4320根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的DNA 依照血缘关系定位出这些象牙是来自哪些象群 发现过去20年重复被盗采的象群位置 进而查出三个大型犯罪组织 有这份铁证也能避免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 因为贪腐等问题 让盗采集团逍遥法外 西伯利亚地区的冰天雪地中 这群人仔细端详一个脚印 根记尺寸大小 原来这群人在依照脚印便是老虎 俄罗斯阿姆尔地区 约十年一次的虎口普查 正如火如荼进行中 计算当地西伯利亚虎的数量 当局出动800名专家 以GPS定位系统辅助 逐一找寻雪地脚印 因为每只西伯利亚虎的脚印形状 大小都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人类的指纹一样 西伯利亚虎主要猎食野猪为生 受非洲猪瘟影响 当地野猪数量锐减 专家要确保老虎们的行动范围 还有其他动物可以猎食 不至于活活饿死 但气候变前 仍是威胁动物生存的一大主因 澳洲11号宣布 正式将东岸地区的五尾熊 列入冰为物种 根据统计 澳洲在2019到2020年间的野火 烧掉1700万公顷土地 至少造成6万只无尾熊死亡或受伤 尤其新南威尔斯州最为严重 无尾熊数量锐减41% 现在全澳洲只剩下不到58000只 但有保育团体痛批 其实在野火灾害前 无尾熊就因为土地开发 采矿和都市发展而减少 澳洲政府承诺将提拨澳币5000万 约合台币10亿元 用来保护和恢复五尾熊栖息地 不让国宝五尾熊就此消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了看今天北京冬奥金牌大热门 中美混血的谷爱玲 今天出战女子 拨面障碍技巧决赛 低跳失手跌倒 到跌到第八 最后一轮滑出了86.23高分 为中国摘下银牌 她个人的冬奥累积一金一银 掀起了古爱玲旋风 预估在中国大陆市场上 渴望整个商机会飙迫1亿美金 专家认为热度不会太持久 那么深陷竟要移云15岁的 俄罗斯华冰天后 华丽娃获准出赛 渴望摘下奖牌 但是很可能会没有颁奖典礼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 全球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